好 看其他焦点 临近年底雪兰儿水灾黑区又在遭殃 今天凌晨的一场大雨 导致雪州圣茅月和万宜 20个地区发生闪电水灾 其中甘榜救万宜 灾情最严重 上百间房屋受到影响 没错 截至晚间8点左右 雪州还有近百人在疏散中心避难 灾民就指出水位涨得太快 他们还没有反应过来 家里就已经变成了一片汪洋 除了摩托和汽车 大部分的电器和家具 全都泡在水中 水流湍急 今天凌晨的一场豪雨 导致雪州多处爆发闪电水灾 世茅月 万宜 共20个甘榜和花园住宅区都遭殃 上百所房屋受到影响 将近200人被紧急撤离家园 重灾区甘榜救万宜 就是这个场景 黄泥水进入家中 在一些低洼的地区 宛如成了一片汪洋 在万宜的临时疏散中心 更是挤满人潮 受访灾民指出 起初雨势不大 原以为没什么大碍 就回房睡觉 没想到刚入睡不久 家中就淹水了 都已经懂得如何应付水灾 他们在携带重要证件之后 就撤离到高处等待消整员前来 灾民知道自己住在水灾黑区 只是因为过去两年都没有淹水 所以就放下了戒备 没想到今年却不幸遭殃 他们希望政府能给予援助 同时挖身河床 沙通河道 以降低水灾风险 水灾发生之后 行动党万宜股会议员谢瑞瞻 也前去试试灾区 他指出 消整人员早在凌晨4点就已经动员疏散灾民 但部分民众却拒绝撤离 加大了疏散难度 他在走访万宜两个临时救灾中心后发现 空间过于狭窄 已经指示相关单位在万宜国中 开设一个更大的临时疏散中心 以便在水患发生时能安置更多灾民 未经许可疏散中心 不得了 为了 消灾中心 大疏散中心 你 不得了 你 这